竟空法施法语 十四 小磅蛤生刀利天 出家人便草菇 一佛说法的时候 有一个小磅蛤 他在旁边也在听佛讲经 偶尔被人家无意当中才死 因为小磅蛤听经的缘故 所以他命中之后生刀利天 做刀利天王 二以后 他以刀利天王的身份 再来听佛讲经说法 正需驼还果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小动物有灵性 怎么可以伤害他 三令有一个故事 说是一个出家人 接受一对父子的供养 由于他不了道 死了以后要还债 这个斋主是吃长素的 出家人就在他们家菜园献草菇身 每一天供养这父子 这说明什么 说明植物有灵性 四者对父子每天到菜园去摘草菇 莫有想到那是以前供养的法师 他们天天摘草菇 他天天还债 佛法里常讲 施主一粒米 大如须米山 今生不了道 披毛带脚悬 那是讲出家人便畜生 这是讲出家人便植物 要还债 http 冒号 斜杠斜杠3w.book853.com 斜杠修.aspx 问号id等号2467 与号sic等号159 与号page等号51 111 4 2 3 1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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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